好 刚刚提到的是国运 中国确实我是觉得 从特朗普开始打压之后 没有发现这个打压 其实就是一个转机 中国在不卑不亢的对应当中 现在反而有一些国家 开始低头认输了 除了刚刚在中印边界 印度的低头之外 在我们说到了 在这个商业方面 来看到加拿大这么投铁的国家 都发生了一个转变 大家还记得10月1号起 加拿大就要对中国制造的电车 征收100%的附加关税 还有这个10月22号起 对中国进口的钢铝 增加25%的附加税 但是仅仅才生效20天 加拿大立刻反悔了吗 因为这个是加拿大财政部宣布说 企业可以申请暂时减免 进口中国电动汽车 钢铁官吕产品的关税 给出来的理由非常的冠冕堂皇 说是帮助我们的企业 调整供应链 应对新的关税 前两天大家还记不记得 巴黎车展上 基本上是中国品牌 还有那个法国雷诺霸榜了 连法国的雷诺汽车首席执行官的话 就是说中国车企已经超越西方竞争对手了 现在引力中心是在中国 其实这次的巴黎车展就有很多的外媒认为 在面对关税威胁时候呢 仍然中国在欧洲积极的发布新产品 也展现出了中国品牌 开拓欧洲市场的决心 毅力 以及能力 我就想请博士结合帮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加拿大这个才20天就 意识到问题了吗 还是有哪一些原因 哎呀我觉得加拿大这些政客 都一点经济学尝试都没有 才会造成今天的结果了 举个例子 它是中国的汽车加100%的关税 表示原来你要买两部车 现在只能有钱买一部 我的预算只能买一部 然后冲击最大的是谁 不是一般人买小轿车的 冲击最大是买电动客运公司的车车 因为加拿大各个地方政府都在推 为了要这个市区里面的空气干净 都希望他们的公交车啊 公共车子啊能够改成电动车 问题是电动汽车要跟谁买 这种电动巴士跟谁买 只能跟中国买啊 对 这是一个现实 只能跟比亚迪买啊 因为又便宜又好嘛 你跟日本买吗能用吗 美国没有生产啊 所以他现在发现说 他变成200% 那这些你要知道 这些公交车公共公司 都有拿地方政府的补贴的 他本来编的预算 今年要买10部 你涨100%他只买5部 那请问你他要不要跟你翻脸 就是说他刚才讲话 讲出他的玄机了 说帮助厂商调整供应链 就是我除了跟中国买 又买不到啊 那你克中我200%的关税 你不欺负我吗 那中国会不会降价 不会降价了嘛 那管你100%的关税 变成这些加拿大的公交公司 自己出啊 那些公交公司的老板不跟你翻脸 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国会议员 一定三字经都骂出来了 叉叉叉先骂了 你说你搞什么鬼啊 啊你害我啊 啊对 那如果说那个 那国会议员跟他讲说 那你可以跟别的国家买 我说你神经病我跟谁买 你哪买来给我好了 我买不到啦 对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 所以在 电动巴士先产生抗议 其他的钢铝产品也是一样啊 那些钢铝产品 其实中国在加拿大的占的比例 并不大啦 可是他有很多进口商哦 他已经对中国下订单了 然后这个下游哦 下游厂商的价钱也讲好了 结果他今天哦 他跟他讲说哎呀中国 可不可以降价一半让我吸收水 中国不行啊我已经报好价了 啊对啊 那一下子要找谁买 人家每一个钢铝厂的产品 都客户的订单 都是在半年前就决定了 然后你现在给我搞这个游戏 他当然会找你这个国会算账嘛 对 所以这个 那些观点都没有想清楚哦 人家那个谁那个 荷兰的光刻机啊都会讲说 哦美国叫我不准卖给你哦 然后中国哦 哎我我我都故意延长个半年 中国你赶快来下订单哦 都会给下游客户哦 政府归政府的打架 你要给下游客户哦 一个缓冲的空间嘛 对 那现在是加拿大 主要是给这个缓冲的空间啦 那他也会观望啦 到时候如果说这个北勒雕买不到 他就继续减免啦 那如果买得到他就转向了啦 那简单道理在这里啦 所以中国只要自己的 产品哦有独占的实力 那就不用怕他客户关税嘛 这不可替代性 所以说博士你有没有发现 像加拿大这种完全是政治角度出发的 就20天就扛不住了 你说中国电车进加拿大才多少 那更何况是像是德国 像是您刚刚讲的这个荷兰的 艾斯莫 麦尔这些不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他们完全就是经济的走向 那就更承受不了了呀 当然当然 你说叫艾斯莫一下子定单少了40% 你叫他的西优跳楼啊 现在光现在哦 因为中国没办法跟他下单 他的股价已经跌了快两成了 对不对 那你股价跌了快 他的整个国家财产就缩水了 你国家财产缩水税收也减少 比如说一连串恶性法律就来了 你美国给补贴嘛你美国也不会给补贴啊 是美国美国现在都在调查台积电呢 但是刚刚我收到朋友跟我发说 台积电辟谣说美国商务部没有调查他们 一会怎么回事啊 我再整理一下跟大家讲 我先感谢一下 不是啊最主要的谣言来自于 大家认为川普会当选嘛 然后这个 也当然有人认为说川普当选不可能顺利就认 我觉得不可能啦 美国的体制太太稳定了 川普当选就能够顺利就认了 那川普一就认的时候 他就收回对台积电的50亿美元的补贴嘛 那台积电股价就要下错了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蔡宗媛 你怎么搞个台积电的1000块 1000块股价的水平 现在让台积电都上不去 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这50亿美元算没有的话 台积电就会掉下来了 所以川普一当选台积电股价肯会下跌 他在心里也有数 对啊 这是很微妙的事情 因为川普不想出这个钱啊 川普觉得你台积电已经够有钱了 为什么还要我们美国来补贴呢 补贴就算了 你说你们台积电在美国 一块先进的芯片都没给他造出来 好了 这个要报应要再说 你看台积电现在已经跌到了 他们叫做蔡正元水平 这是1000块 这次多60块 蔡正元水平 你跟这说乌鸦锤 他们把1000块当做蔡正元防线 好笑 没有蔡正元水平 还会有更差的水平 因为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博士已经放话了 可能会更惨 今天 不晓得川普在玩什么把戏啊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 他自己很慌慌颠颠颠的 先把话就放这了 到时候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台积电的股价一出来 大家我们再把这期翻来看看 看究竟是博士打脸还是大家打脸啊 不是我害的 那是我两年前的分析啦 这个变数还很多啦 我当然认为川普会当选 可是有些认为川普不会当选 我尊重大家 我尊重大家